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命理名人堂要谈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卫生福利部部长 陈时中先生,他的首读录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说到我们台湾卫福部部长 陈时中先生 相信大家都已经对他耳熟能详了 所以我们对陈部长的介绍 我们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好 陈部长出生于1957年的12月27日 跟我们桃园市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前院长一样 现年都68岁了 但是陈部长并非是资深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陈部长在我们陈水扁前总统第二任的时候 才第一次的被任命为 当年还是被称作卫生署的副署长 这是他第一次的公职 在陈水扁总统卸任之后 他就回归本业 继续当他的专业牙医师 而第二次重新启用 继续当任公职 就是时隔8年之后 由我们蔡英文总统 于2016年任命他为国策顾问 2017年转任改制之后的卫生福利部部长 直到了现在 所以对陈部长这样年岁的人来说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县市治理与行政经验 多半还是部会之间的经验 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 部会首长跟都市管理人 也就是县市长 这里面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因为县市长要管理的 不是只有单一的业务部门 而是所有部门的问题 而且必须非常懂得使用专业人才 才能够让专业的市政妥善的运行 而部会的首长只需要运行管理好自己的业务范围 几乎不会有太多的多重业务的执行 举例来说 县市长像什么呢 县市长就像CEO 什么都要管 但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自己亲自去做 他必须要靠各部门的经理来帮他回报跟运行 还有看他的报表 但是部会首长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不同部门的经理仅对于自己的部门业务去管理 这里面还是有差距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 那么你去管当一个市长 当一个县长去管理这个市政 或是你整个县的生存 那就比较辛苦一点 也容易会有一些比较长的空转期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现任的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市长 他现在是第二任 而且做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他在第一任的时候 他是什么都想做 但是什么都做不好 包含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想到他第一任参选的时候 声明要办我们前前市长 郝罗宾的五大弊案 最后改成了五大案 最后就怎么样 变成了继续的发案执行 所以市政上有很多事情 你是必须要经过历练之后 你才知道怎么去做 怎么去协调 跟怎么运用这个市政的机器 而目前我们也知道 有消息传出 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部长 陈时中部长 有意愿要来参选 我们今年的九合一大选 来角逐我们台北市市长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陈时中部长的格局 是否能够让他如愿以偿 登上了我们首都市长的宝座 我们陈时中部长 根据公开的资讯 我们刚好提到 他出生于1957年的12月27日 化作四柱八字 他为鬼四年 甲子月 仁子日的吉时 我们在每一篇的命理明年堂 老师都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取得 这些名人的真实出生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以吉时来论 那么这个命盘的准确度 至少会降低25% 而且只会降低的更多 不会更少 例如如果这位名人 出生的时间是晚间11点 那么这个不只是失准一点而已 你整个都会盘面会翻盘 翻到哪里 翻到五指三九消营外之外了 所以说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里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而以陈时中部长 目前我们已知的格局 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属于一个 刑事果敢 杀伐决断的一个人中之龙 当然老师知道 很多人现在不喜欢他 但是老师还是要依照专业 必须给他公正的评价 而像陈部长这样的人呢 他当医生 那是比较糟蹋的 因为这个命格 可以说是标准的 一代名将的格局 如果他身在过去的封建时代 或是当年他没有当医生 直接去报考军校 那么他的存在 那会成为让他的敌人 闻风上胆的大将军 虽然不能说他百战百胜 但是每一场战役 绝对会让他的对手 感到了印象深刻刻骨铭心 至少未来在战场上 不想再与他对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样的人去当大将军 他眼中没有慈悲 只有战果 上面要求他打什么样的仗 他眼里就是尽力的去打 而且几乎就只有打胜仗这个选项 所以无论用任何的手段 哪怕牺牲了再多的士兵的生命 甚至这些士兵不是别人 就是他自己的父老兄弟 甚至是他的子女 只要不伤害到他自己 都是可以牺牲的棋子 这样热爱战场的将领 哪一个帝王拥有他 那么他的江山 就是一个铁打的江山 因为这样的将军不但可以消灭外来的敌人 而且他对地方的叛军一样不会心持手软 这么说好了 如果屠城可以解决战乱的问题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下令屠城 他如果他自己的士兵或是将领 手软了 实在是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的陈世东部长 他担任大将军的话 就在后面直接把这个部下 把脑袋给搬家了 而为什么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牺牲自己呢 因为这样的人很明白 真正的胜利者是从战场走回来的人 英雄都已经死在沙场上了 所以说他能够回来 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军中 说他是人中之龙 国家栋梁 这一点都不为过的 而如果他不从军 那么他也可以适合创业 开工厂 因为这样的人对整体的流程 抢夺市场 攻取市占率 也是可以勇往直前拼命达成的 而如果我们的陈部长 当年跟郭台铭一样 怎么样 直接去开创企业 建立工厂 那么他现在的成就 必然不会输红海太多 也将会是数一数二的超强企业 但是如果从一呢 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空间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医师啊 他不同意其他行业 他是一个高等的技术工作 这样的工作 必须由医师亲力亲为 不能假手于他人 那么这就完全浪费了 我们陈部长这样的格局 是可以攻城掠地的领导才能 而领导这项才能 他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还是需要经过了时间的淬炼 所以当陈部长在知天命的年纪 才进入了一个政治圈 而且直到他耳顺之年 还没有办法累积足够的行政经验 所以在这一次疫情指挥里面 其实他想做什么 也大部分做的不会是太好的 而这个是不是他他想不想做好了 也不是 而是他没有这个经验 跟他能力可以做好 因为他累积的这个经验不够多 这一老师只能说 人才一开始放错了位置 那就比较可惜了 假如陈部长他在党外时期 40年前 他就进入了政治圈 开始参选 开始玩政治 一路走来到现在的话 那么他的政治经验 将会闻名于政界 大家都是对他耳熟能详 对他都是一级棒的一个评价 但可惜 人生跟历史一样 没有如果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 按照陈部长这样的将帅之才 如果他今年要选台北市市长 是不是可以一样的发挥他的将才 战胜群雄 荣登我们首都市长的宝座呢 答案是很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陈部长的盘面来看 他的官运跟官阁 大部分都已经走完了 也就是说 他的官场事业 已经达到了顶峰 也就是我们在推命的时候 就说我们称他为帝望的格局 而这个帝望的格局 在他去年 也就是岁次辛丑年 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在那之后 基本上应该就是往下走 人生要从热闹 慢慢的归于平淡了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今年岁次人影年 也就是我们陈部长的破关之年 这种破关之年 诸事不利 行事倒行逆思 虽然他本人可能没有这个心态 也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当他去实行他的业务的时候 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这种破关运 也有一个类似的格局 叫做破财运 如果人遇到了破财运 哪怕你是金融大鳄 索罗斯 或是红顶商人 胡雪原 你投什么产业 你什么产业就会出事 简单来说 你做空 市场就转多 那你做多 市场就转空 但是只要你一开始认赔出场 杀出来 市场该多的多 该空的空 就是这么样的有趣 而我们陈部长走的是破关格的路 所以是说 也是遇到这样的意思 这么说好了 如果陈部长改选台南 高雄 屏东这些比较深绿的县市 这些县市 其实大家有开个玩笑 就是怎么样 你只要贴民进党的党灰上去 放颗西瓜 都可以胜选的地方 只要他的对手 不是烂到没边的 是一个正常的竞选者 那可能都会让陈部长 在那边就翻盘了 让其他对手就可以获胜了 所以综合来说 如果陈部长出来参选 台北市市长 那他胜选的概率 以目前有的格局来看 最多只有10% 即使加成其他的因素 来强化陈部长的应试 最高的概率 理论上不会超过45% 陈部长如果真如过去的规划 来选台北市长 基本上 那就等同民进党放弃台北市 是差不多的意思了 但如果这场选举 他是敢在去年或是前年 甚至2020年去选的 那么陈部长当时的实力非常好 他胜选的几率最低 都有60%以上 而如果陈部长没有参选 他未来的仕途官运会如何呢 基本上 如果陈部长离开了 我们的卫生福利部 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为前提之下 也比较难担任 比较重要的职位 理论上 陈部长的官路 就会停在部长 署长或是副院长 这样的官路 再高一点都有点难 甚至连副院长这个位置 都有点悬了 要当到五院院长以上 那真的是比较渺茫一点 而陈部长如果真的参选 我们还需要去看其他候选来比较 来重新评估胜率吗 基本上 无论国民党是不是真的要派蒋万安委员 民众党是不是要派黄珊珊副市长 陈部长都没有为之一战的机会 因为陈部长出来选 三强鼎立之下 陈部长稳居第三 以目前格局来看 应该是稳超胜券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命理明年堂 陈时中的首都路 最后老师还是要说明一下 在出生时间缺失的状况之下 本次的命盘的评论 至少都会降低25%的准确度 只会降更多 不会降更少 比如说陈部长如果出生在晚上11点 那么整个就可能会翻盘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